《 遊戲人生》 又到了我們每週 Xbox 遊戲人生的時間 今週會和大家很快看下 Game Pass 新的遊戲 以及剛剛 Ubisoft Forward 完結了有什麼新作品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翁星期天我會推出 Xbox 週報 專講遊戲新聞和專題 翁星期三會推出 Xbox 遊戲人生 專介介紹 Game Pass 遊戲和潛力新作 那我們事不宜遲 立即開播吧 打頭陣是一款類魂系的ARPG 什麼話 又是魂系? 好多了 但慢著 這個作品雖然在動作上一樣 都是跟類魂系遊戲有很多難度和多變的敵人 但他目前的動作和戰鬥表現都可以 一些夾反 仇身的鏡頭都可以 不過要講這作品最大的特色 當然就是他的故事背景設定 說實人類已經被古神派出的不死大軍逼到他絕路 類主角就因為這樣 要跟古神展開終局之戰 雖然這作品之前已經公佈為Day 1 Game Pass 不過新的展示了很強烈的寵物同伴 無論戰鬥也好 移動也好 都好Carry 希望就不要騙我感情推出的時候 都是這麼厲害 下一款 You Stuck at Parking 這作品我講過這麼多次就不多說了 等實際推出了再跟大家分享 都是我期待的作品 Spiderhead 如果你以為在這作品可以體驗到蜘蛛人當來當去的快感 你還是醒一下吧 只有熔岩燈跟著你 我有玩過試玩版 遊戲是好玩的 動作流暢 爆炸電桿很多的星戰武器 還要有雙頭光碟 加上很有Feel的蜘蛛擋 玩得爽是可以好爽的 但操作精通的難度都不低 往往在你成功蜘蛛擋之前 就好像被人殺了 而且蜘蛛是一擊即死的 我當你就算成功擋出去 不小心就會變成熔岩玩遊戲 所以高手玩得爽 新手被人約得更爽 設有多人對戰 PVE 生存戰這些模式 關卡地圖設計都不錯 可以充分發揮遊戲特色 推介一試的作品 Metal Hell Center 這隻作品因為有試玩版 可以介紹一下玩法 當初我見到這隻作品玩什麼FPS找節奏 我真的心想做什麼 但沒想到製作組又真的做到這種機制 畫面上是中等的 但因為有地獄背景 用色比較強烈和單一 所以不太影響觀感 本質上仍然都是FPS遊戲 有不同的槍械 必殺技 角色可以飛行和追擊 有一定程度的位移 令到玩起來會更爽 同時遊戲也有分數機制 令你可以不斷挑戰高分 BOSS戰的機制暫時都挺有趣的 不過最出色都是它的節奏系統和音樂 你不同武器會有各自的節奏 如果你捉到那個beat 你作出來的攻擊會更加高傷害 和增加圓魂值 你reload時都可以馬上就reload完 最瘋的就是 你那個節奏竟然跟BGM是可以配合一個不錯的音樂 整體來說就是你捉到的節奏 就會同時有殺敵的爽快感 和聽歌的hyper感 但你捉到的節奏就會一直坐下去 坐到不知所謂的FPS 音樂節奏加持之下玩FPS 這個組合真心是不錯的 阿姨我不想努力 打了機器而已 又要類魂系 又即時戰略 又操作難上手 還要捉beat 放心吧 微軟爸爸今期給你一個自動遊戲 什麼?手遊? 當然不是 而是今期的Export Game Pass黑馬遊戲 The Sport Game 不過其實不是黑馬 因為PC版在上年10月已經推出了preview版 主機版就是Day 1 Game Pass 而且這隻作品其實都一點不容易 因為它是Wood Light加上自動戰鬥的戰略遊戲 遊戲方式很簡單 玩家要選擇和增強一些由弱小人類組成的小隊 不過這些小隊裡面可能有美少女戰士 西斯大師 一拳超人 然後看著他們去生或者去死就可以了 不過正因為你不可以操作他們 如何佈置你的陣型 用最少的犧牲去通關 如何確保不同神人之間可以1加1大過2 就是這隻作品作為自動遊戲的魅力 特別這隻作品是Wood Light的遊戲 所以你的容錯率是極低 你每一部都真的要想清楚 遊戲性上癮 畫面和風格都惡搞 音樂簡直有毒 不過這隻作品的隨機性影響過大 以及一關時間過場 都是多數人認為要改善的缺點 同時這隻作品的難度都真心不低 所以上癮還上癮 但都會幾痛苦 不過幸好這隻作品是有簡單模式 至少我這些應該都玩得來的 之後就是一些新上架的Game Pass遊戲 這款遊戲迪士尼愛好者一定要有 雖然不少人笑它是手有理 但這隻作品主線的遊戲性評價其實是OK的 考慮到Day 1 Game Pass加上迪士尼的大法 如無意外都應該會很多人玩 下一款 Obs Magneum 如果迪士尼太放鬆不適合你的 那你不如來這裡燒一下你的腦袋吧 這隻作品講述的是練金傷害系統 但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這一個只是為了消滅你老細胞的名目 這隻作品重視邏輯思考 是一個程式設計類的遊戲 完成練金術只是基本 怎樣善用資源和你的創意 去進一步完善整條公式 才是遊戲的高端玩法 上手不難 精通須時 是程序員不應該玩的遊戲 因為你工作以外就不要做些工作上會做事啦 火車模擬世界3 相當細緻的火車模擬遊戲 這次加入了動態天氣系統 在一整段的火車路程中 會有不同的天氣等著你 始終系列中已經出到第三集 系列的玩法 修讀的車路線都不少 甚至可以玩之前集數的路線 不過要買 不過最多人留意到 這隻作品為何只有教學關卡可以玩 是不是其他路線要買 是不是被騙了 但其實不是 遊戲中有通知都講到 這是系統的錯誤 跟回步驟就可以單翻 Game Pass 包了的三條路線 每一條路線都很長 還包了不同的故事章節 以及情景等著玩家去挑戰 是值得玩的 一口氣講完 Game Pass 有甚麼新遊戲 我還要一口氣講完 現全Game Pass遊戲有甚麼新更新 《盜測之海》 社群日 就會在9月17號舉行 但整個星期 9月15號到20號都會有慶祝活動 會是增加升級效率的活動 同時亦會有活動慶祝用的煙火 For Honor 第六年的第三季更新 亦都公佈了 是惡魔匕首 暫時只有Trader 連官網都沒有詳情 但會知道是日本陣營的更新 帶著一些惡鬼面具的武士 其實都頗應貫 這條片推出的時候 就會有完整的公佈 Helo無限也有一個限時的祭典模式 YapYap 集內 由9月6號到20號舉行 這個模式之前作品都有出現過 今次正式登陸Helo無限 除了有新的外觀、道具、裝備等等 亦都會有一個新的慶典 大型戰鬥模式 每次重新都會隨機產生新的武器 還會有只有追擊槍的追擊戰 這個模式是蠻好玩的 雖然我經常都抽到廢槍、手槍 但隨機性就是這樣 另外都預告一下 10月會有最後一戰無限的活動 到時都會提一下詳情 Grounder 在他們正式版推出之前 都還要給多玩家最後一次的免費更新 包括之前已經預告的分享世界功能 加入一些優化的主石系統、道具 還可以養隻寵物物 在接近正式版推出之前 都還在免費更新 Grounder是值得被人重視的 講到免費更新 Deep World Galactic 亦都有次世代的更新 除了他們最近推出了季度2的更新之外 亦都有次世代的更新 新增120fps升頻4K模式 9月15日會有新的活動 202年Q4更加會有季度3的更新 工作室亦都特別感謝Export 令到他們可以做到在其他平台做不到的 已經可以在Export生態圈裏面 做到Cosplay跨平台遊戲 是一個相當優質的四人線上合作遊戲 如果未玩過可以試試看 最後當然要講Export Game Pass即將下架的遊戲 個人最推介就是瘟疫傳說 因為第二集走快就上了 所以要重溫一下 亦都推介Offul Escape這款 畫面音樂都出色的奇異作品 在正式講Ubisoft之前 我們很快跟大家看看一款新推出的作品 類魂系的遊戲多如繁星 遠有艾爾登法環 更有優質的台灣作品 記憶變景 究竟降之掛起Steel Racing 究竟可不可以在這個歷史紅樓入面留名呢? 雖然很多人對這隻作品的評價 是不高的 但我其實對於這隻作品就OK啦 當然我對遊戲的標準都是幾低的 首先講了 這隻作品最大的缺點 就是它在PC版的流暢配置 是要求要很高才做到 亦都會有某些場景會有FPS的Drop 但最搞笑其實這隻作品的畫面水平是不高的 所以是優化相關的問題比較多 主機版就算你用非FPS模式之下玩 其實都有些玩不到的情況 人類的動作有時都會被一些機械人感染了 一樣都是好鬼死生眼 還要有不少不 做得中規中矩就是它的戰鬥 戰鬥的方式都是標準的隔反、閃反 武器變化都算多的 有些動作都幾型棍又有機械感 戰鬥亦都有些不流暢的地方 例如我有雙武器 但你轉換武器的時候 竟然會停下來 令我不能組成功 其實是很奇怪的 如果你是為了追求運氣難度上的快感 這隻作品是滿足不了你 但如果你只想要ARPG或入門級的運氣 這隻作品就會比較適合你 這隻作品最優質的 都是它的背景設定和藝術風格 機械人的設計出色得來又配合時代的背景 故事上描述一個機械人主角如何一步步自主 然後引導法國大革命也是很有趣的主題 整體是一款用題材和設定取勝的75分動作遊戲 這個禮拜很多遊戲展 而Ubisoft就用Ubisoft Forward 正式為這個遊戲展抗潮打開聚魔 讓我們一齊了解一下有些什麼新的作品 不過手遊作品我是不會提的 季度更新我也為了整體的篇幅或片場會略 打頭陣的是賽道狂飄 一款很容易上手的賽車遊戲 主打多變的模式和賽道 甚至出過食雞模式 推出之後一直都有不錯的免費更新 國外社群的參與都OK 有很大量的自制地圖 這隻作品還要是3 to play 所以都有不少付費解鎖元素 今次新Trader展示的就是 2023年會登陸主機平台和雲端 免費遊戲我一定會試一下 Trader也不錯 但是UB的Trader好像一定會是好看的 所以就大家看看吧 即將發售的路海戰技也有兩個新Trader 分別展示了世界觀的設定 以及更加多的實機畫面 暫時所見不同的船隻都很刑棍 可以自早外船去徵戰 其實是很吸引的 那我就希望那個故事走向可以 行黑旗那種唏噓的走向 因為那個結局都很有感覺 那我就只希望Ubisoft 不要那麼多課金就好了 整體來說應該會是上限不高 仍然是UB典型方程式的作品 但是為了海戰和船隻 我都應該會買來試一下 雖然UB仔的團隊 他經常都會被人笑 但是就算一些很明顯是小眾的東西 他們都會用心做出來 例如刺客的歷史課程 和這個搖滾史密斯都是一樣 一個專業幫助玩家學音樂的程式 以單一程式訂閱服務來說 我覺得都挺貴的 一個月要78元港幣 而訂一年就每個月41.5元港幣 不過考慮到preview版裡面 用家對於他的介面功能 都比了很高的肯定 而且他的音樂庫是又多又新 還要不額外收費 所以有些人就開玩笑的說 你當是訂閱新歌 而不是訂閱一個服務 當一個途徑去學音樂 絕對都不會是壞事 還記得我有一個很喜歡Division的朋友 當初聽到Division有新作品 但竟然變成Free2Pay遊戲時 他由棋變金的表情 我是很記得的 那究竟今次Division Heartland 首次公佈了Trailer 究竟會不會令人有信心呢 負責開發的紅色風暴 近年在UB裡面是偏向支援向的角色 有支援遠道坑3和4 Division 1和2的開發 另一間負責開發的Massive 亦都是UB裡面 原本開發Division 1和2的工作室 但因為他們有阿凡達遊戲在身 今次Trailer解說 都由紅色風暴負責 相信Massive就會是支援向的角色 除了在宣傳裡面提到 這隻作品是多人生存動作射擊遊戲之外 跟Division也是同一世界觀 亦都跟主線有關 以及舞台會的設定在美國中部的小鎮之外 坦白說這個Trailer的資訊是不多的 不過已經開放了登記封測 同時UB亦都取消了之前 有一定同質性的火線獵殺免費遊戲 那麼多少都可以預期會集中資源 在這隻作品裡面 因為始終它揹著地是Division這個IP 之後就到今次展示會的重點之一 刺客教條 幻象 這隻作品強調會回到系列的基本 潛衡 刺殺 和跑酷 會以刺客圍經裡面出現過的角色 背身沒有作為主角 講返他二十年前 如何由一個小偷變成刺客的經過 舞台設定在巴格達一個很有魅力的中東城市 而他亦都會遇上人生中的導師 由艾美獎得主索瑞安達斯魯飾演的羅宣 Trailer裡面見證了背後沒有跟導師相遇的過程 以及如何通過斷子儀式成為模型者的過程 同時亦都公佈了預訂和豪華版的內容 預計會在2023年推出 今次公佈最大的買點當然就是主角 但不劇透維經內容 所以就略過 UB公佈說會回歸基本反而是一大挑戰 過去舊次客制在系統的進步不大才被人嫌棄 才會有起源那種由頭打造的系統 今次回歸原點 UB一定要在傳統的舊刺客系統再大力演變 才是真正滿足到舊系列玩家真正想要的東西 同時亦都要面對由起源開始入坑 習慣了類近ARPG的刺客新玩家 所以這間工作室之前都是偏向以支援人的角色為主 我這都蠻期待最終成品究竟會怎樣進化呢 另一個重點當然就是刺客教條無限 一個謎一般的概念終於稍微見到真身 不過在講之前一定要說去包含其中的兩款作品 第一個就是代號紅的作品 設定在封建時代的日本 主角的外觀完全是一個忍者 我覺得有不小機會就是在忍者好性能的戰國時代 由奧德塞的團隊開發 另一個代號Hitsit 在德文裡面就是解女巫 預計的設定就會在16世紀中歐時代 由Trader的標誌推測就跟獵巫有關 由刺客為經的團隊開發 會是旗艦級但相當不同的刺客遊戲 整個Trader都是一個黑暗的風格 上面兩款新作當然就吸引 一個就是萬中期待夜的日本 一個就是走經率風格的刺客 但是究竟刺客無限是什麼呢 以下就是我個人的推測 由今次活動確認了的資訊就是 這隻作品不是遊戲本身 會是一個單一的平台或者進入點 令到玩家接觸到所有未來的刺客作品 會是一個樞紐將所有體驗和玩家有意義 去連結一起 亦都會在平台裡面研究 如何實現一個獨立的多人遊戲體驗 可以斷言的就是刺客無限在開發層面 是定調這10年刺客遊戲的中心 很大程度這10年的刺客故事 都已經根據無限這個平台而訂立好了 就好像上古卷作Online 所有今年的DLC 都是根據布萊頓傳奇這條故事線去建立一樣 但是怎樣訂立在無限這個平台裡面呢 首先我會排除它是一個新的訂閱服務 因為Ubisoft Plus其實沒有刺客 我就真的覺得不是好看好 我認為刺客無限會是一個用animus作為藍本的一個程式 在當中不斷加入一些新的刺客遊戲和多人體驗 定期加一些限時的模式 免費內容當然還有課金要素 因為考慮到主持人其實就有在訪問裡面提到animus這件事 同一時間刺客的現代線一早就有將animus當作歷史體驗或者遊戲工具 加上代號紅和代號hazard的trailer裡面 一開始的連結畫面都加深了我這個看法 但最令我有這個聯想的都是15周年的紀念影片 很多人對於這個15周年trailer又不滿 認為破壞了歷史感覺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除了它真人演出比於Ub一貫的高水準表現是稍微低一點之外 整個trailer都是蠻感動的 因為一直連繫著我們 跟現代線角色和遊戲主角的就是animus 雖然不在同一個時空 但透過animus 我們可以在這個歷史紅牛裡面連結在一起 經歷其他人經歷的事情 我既可以是海盜 亦可以是斯巴達的戰士 這個trailer正正就是回憶我們所有玩家的旅程 同時最後一起信仰之跳 加上那句歡迎來到最浩瀚的遊樂場這一句 都令我第一時間聯想到 或者玩家就會被人匯載在無限這個類似animus的平台裡面 然後一起去遊戲 Ubisoft 的整理和我的腦部都到這裏了 以上就是今期Xport遊戲人生的全面 我本身希望影片版的長度可以在15分鐘以內 但萬愛的Ub又令到我太長了 所以下兩段影片 駕IDXport和東京電玩展的兩段就會短一點 希望大家看得舒服 如果你都喜歡這種形式的分享 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我的影片 亦都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場才看 那今期的遊戲人生就去到這裏了 就這樣吧 bye bye by bwd6